来视乎各享手中市 身影 controller го和娱 ada zero Nintendo oluş调解决 大家好 和我们一起成为了 自负通的有机可乘 portrayed在客户内 有机可乘 其过我们访问了很多朋友 說通里出元 有些年轨年轨出创园 有机可乘 有机可乘 传到迷无受投 經常說要打拼屬於天空 但跟我的理解好像很不同 我小時候都會覺得 如果可以在一個機構裏 由低造起慢慢慢慢地 有一個很清晰的晉升 其實這是不少人 我那個年代的一個夢想 或者現在的年輕人 可能是一個人同時間上幾份工作 就不會說一份工作就上一輩子 不過今天找了一位成功的代表 就是一份工作 打出頭天做到的企業管理層 首先歡迎台湖先生 Jane 你好 多謝你接受我這個訪問 多謝你邀請 今天我們上來了一個 不要說什麼區域 總之一個美倫美喚的辦公室 我見到很多 我小時候伴隨著我成長的 可能是汽水機 飛機的模型 或者真的伴隨著我 在那個城裡生活 我在那裡住 又或者小時候玩的搖擾 踢的演 總之跟這間公司有關 都呼之肉出了吧 Apple 但是我覺得更加厲害 就是香港人對這一個 真的是 是品牌來的 絕對是 一點都不陌生的 但是我們最想知道的就是 James 為什麼可以 這麼厲害地 真的叫做 由低開始 到現在我們身處於的流程 這麼高的一個流程 應該這麼說 一大學畢業到英資洋行 那時候天之嬌子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一份工作這麼多年 我沒有說幾年 總之 是不是你第一份工作 是 我第一份工作 其實我不怕說幾年 我是1987年畢業 都33年 一畢業就入了這間公司 其實又不是這間公司 因為 現在我是泰國集團 當時加入就是國泰航空公司 一做就做了 整個集團裏面 就做了33年 真的很長的時間 從來沒有想過做那麼久 是的 不過你回的這個機構 就很有趣 因為它是業務 好多元化 你可以 地產 試一下這個 試一下那樣 入瓶都可以 即是說汽水 不是打籃球的 然後也可以航空公司 剛才你也說到 你加入這個集團的時候 就在國泰航空 但是你最後 在這個集團 曾經做過港龍的CEO 是的 其實最多時間 就花彩在航空 雖然同一個集團 好像Dicky那樣說 有可樂 有地產 有航空 但我本身就是 航空發燒油 是嗎 小時候很喜歡飛機 因為小時候 我住心對寶 那時是航道 每天都有很多飛機驚禍 那時一望到天 就看到那些飛機 那時真的太香了 有這麼大塊鐵可以在這裏飛機 會飛的 鐵的航空 對 照計是很重的 那時真的在說60年代 70年代 小學生的時候 看著飛機 沒錯 所以到大學畢業 其實我本身是讀電腦的 所以那時找的工作 大部份都是電腦 資訊科技 這一類的工作 都很前瞻 你那時已經讀電腦 和找資訊科技的工作 你那80年代 我是大學裏面第六屆 是第六屆電腦 以前沒有這個學系 是的 但是讀了六年 讀了四年之後 找工作的時候 當然是想找一些電腦的工作 但是那時有一份工作是很吸引的 就是國泰航空公司 就叫做兼職管理人員 嘩 Executive Trainee Executive Trainee 花名ET 嘻嘻嘻 嘻嘻嘻 喜歡搭飛機 小時候沒什麼機會搭飛機 我想想 如果我做了 我也有很多機會可以到處飛 膽粗粗報了這份工作 那時有很多人搶 有多少人搶你的位置 幾千人搶 就聘請8個人 8個人 難抽過現在的新股 現在比較難抽 我抽多少抽不中 下次要找Dickie Dickie 說回那份工作 後來很幸運 取錄了我 叫做建築管理人員 其實他本身有一個很好的program 就是所有事情都是由他訓練你 其中一個重要的元素 就是你要在公司不同的崗位 去做一段時間 因為航空公司 他很喜歡叫一些 譬如那些建築員工 就由前線開始做起 前線就譬如說 如果你們搭飛機 你都知道要去做一個check-in 或者定位的時候 又要做一些聽電話的 叫做定位簿 這些我也做過了 頭幾年 台前幕後 全部接遲 台前主要一點 台前 對 怕不同工作 怕不同工作 馬上就很吸引 為何那麼吸引呢 因為剛才你們兩位提過 就是做一份工 很多人都說做幾年之後 就要想轉一轉 我也想過 其實為何要轉工 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你做了同一件事 可能你想轉一轉 有一個新的上市 我這份工有一個好處 就是 其實你不用轉工 你留在公司裏面 你過兩三年 每兩三年 他會給你一個新的職位 這個職位是不同的部門 甚至是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國家 所以 好像轉工 好像轉工 有轉工的 感覺 亦都不需要有轉工的 不方便 其實都挺好的 如果找到一間這麼大的 英資的洋行 你畢業之後 就可以進來 然後 累積一定經驗 又轉過部門 轉過地方 換過新的環境 又學新的東西 你的履歷 累積的經驗 就越來越多 和越來越多元化 真是厲害的 是的 譬如說到 譬如說轉地方 那時在香港做了三年 大概三年 做了三個不同的位置 即是病委部 貨運部 收益管理部 接著就派了去德國 這麼大的兒子 從來沒有去過德國 第一次去德國就去上班 沒錯 第一次通知我說你去德國 我以為聽錯 我說是否英國 他說不是德國 Germany 這個不止人生路不熟 語言都未必會 沒錯 年少氣盛 膽粗粗 甚麼都不懂 德品更加不懂 還衝過去 發覺原來體會很深 到現在我還記得 雖然我只是30年前 但是 所有的經歷 現在都力量做 去到做甚麼呢 其實主要 去到職位 就叫做 assistant manager 當時在德國 其實當時叫做西德 叫做West 叫做西德 剛剛統一了德國 因為是90年不統一 好像是90年 我去到 我們當時作為國泰 國泰一天有一班機 去法蘭克福 我派了去法蘭克福 當地有一個經理 我負責幫助那個經理 說幫助那個經理 其實就是去學習 當時還是甚麼都不懂 又是去到不同的部門 去看看 體驗一下 我最多就是 當時 歐洲人的文化 和香港的文化 其實差別都很大 對我本身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 學習的一個機會 無論語言 文化 工作 在那一年裏 真是一個 壓縮了一個課程 那時其實都是 全球航空業 一個很高速發展的時間 對 80年代 那時是很快的 你還可以去到歐洲 去到德國 其實 很難想像的 這件事 作為一個香港的學生 你找了一間大公司上班 還被你委派了 去德國上班 那時其實 有沒有一個掙扎 飛到那麼遠 很難 還是說 這個真是夢寐以求 那時真的不會害怕 如果你說今天 通知我 我可能真的害怕 那時真的不會害怕 就是很興奮 嘩 好啊 去啊 其實那時 我還沒去過歐洲 不要說德國 那時出遊的機會 都比較少 比較少 一班機的Francford 一班機的Francford 是的 當時 我們那個年代 多數如果你說暑假 那些都是回大陸 最多去到菲律賓 東南亞近近地 沒錯 飛到那麼遠 馬上發覺文化差異 有什麼困難 其實最大的 語言是最大的一個困難 因為 德國 當地都是講德文 所有同事都是德國的同事 除了我老闆 除了當地的經理 他們是英國人 其他全部是德國人 那我都開始有一點點 感受到 我想是 你知道香港有很多英國人 來到香港 我想我還是有一點點的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我去到開會 例如開會 我不在 他們每個都講德文 甚至我老闆 德文都很流利 哎呀 我一走到會議室 就變回英文 變回英文 是的 很多時候很不好意思 那你怎樣處理呢 那你有沒有就是得起心哥學德文呢 有啊 但是很難學 很難 很難學 學都不懂那一隻 但是有一個體會 發覺原來語言的威力是很大 可以這麼說 如果你懂那個語言 你融入當地的程度是很容易的 但是如果你是不懂那個語言呢 要別人遷就你呢 其實當時的感覺其實是不太好 經常都覺得我是不是阻止了他們聊 我看到他們聊得很開心的 我一走進去 那個人都安靜了 不要那麼久 然後就轉英文 轉channel 你只是訓練他講多一點英文 都會知道 不是呀 到我離開的時候 也很遺憾德文都是 緊緊去餐廳叫阿爺 那都很好 那都很好 但都是不行的 然後就回來香港了 回來香港又過了幾年了 到第二個外地的所謂的職位 就是北京 就由德國回到香港 做了兩三個不同的部門 再去了北京 這個就真是 這個就在工作上一個很大的得着 因為 北京就去過的 小時候搭火車去三十多個小時 去過北京 但正在工作就很不同 那時候是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 九七前 九四年 即又是 內地經濟最豐富發展的時 剛剛起飛 可以說是第1.5代 我又不是最先那批 但都是最早那批 去到北京 作為一個就是先鋒部隊 究竟是怎樣開拓這個市場 還有聽James說 好像真的很順利 所有東西都有那麼多的機會 但其實怎樣靠自己把握 稍後回來再談 繼續回到來自腐通的有機可乘 Dicky 剛才聽到James說 其實就是30年前的光景 當時社會 相信資源都沒有那麼充裕 但是 入到一間大集團 得到很多不同的機會 連西特 那個時候叫做西特 都可以 可以去工作 剛才再說 去到九十年代開始 又有另一些機會 那個會不會是一個 很好的跳板 或者是真的叫做 事業當中的轉捩點 那個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啟發 因為是 第一次去到首都 所謂首都做事 因為一直都在香港長大 當然去過德國 剛才看到 正正式去回大陸做事 第一次 一去就去北京 即是首都 去到首都 最大的發現 就是首都有很多官 他們經常說笑 說黃虎井 每個人都是官 遇到很多當地的政府官員 可以說學到很多東西 即是如何跟政府官員 打交道 所謂去聯絡 剛才提到語言 其實北京對我來說 也是語言 也是一個 初頭那段時間 也曾經是一個 少少的障礙 大學的時候 是有讀普通話 但去到法國 就完全不靈光 為什麼呢 我一進去開會 是聽不明白 他們說話 因為不習慣他們的口音 他們那種口音 他們叫做卷舌 但是我又說 他們不懂廣東話 我又說 一定不可以講英文 沒理由講英文 硬著頭皮 苦練 幸好普通話 我想我們 都叫做 寫語體文 都學到的 都是有個底 所以 頗快就可以 pick up pick up之後 很快 但是 北京這個位 我想最大和其他位置的分 最大的不同 就是因為他是北京 所以 總公司 經常都會有很多老闆 甚至英國的老闆 去北京 他們可能去開會 去見一些政府的官員 我很多時候都要帶我去 變成我 可以說的 exposure 就大了很多 還有在機構裡面 剛才提到的機會 我想其中一個機會 就是你要表現自己 也要別人看到你 這個 這個重點 如果你在西德 德國 你做得多好都好 不是經常有老闆去德國 最多只有manager 知道 沒錯 但在北京 主席也好 香港主席也好 英國主席也好 都經常會去 他們會去 拜訪一些領導人 一定要 做領導人 通常見到我 亦都會聊兩句 甚至有多了機會 例如晚上吃飯 或者喝東西 交流是多了很多 我在北京三年 見到的 無論是公司自己的人 甚至是一些 譬如香港政府的官員 都很多機會會見到 我經常都這樣說 如果不是北京那幾年 我未必以後做到的那些位 是需要經常 例如跟不同的持份者去打交道 例如現在我的主要是公關 公關的權 Apple 很多時候都是要跟不同的持份者去打交道 當時訓練到的經驗 就是當時開始 所以很多老闆來就探 因為老闆來通常都很緊張 老闆來就想分享一個小小的故事 老闆來到 我當時在想 最大的老闆 英國的主席 怎會令老闆見得到我呢 沒錯 他會問我什麼呢 運輸 跑出來 逼迫那些部門主管 告訴我 上月銷售額多少 貨運、客運 做好功課 全部做到功課 好了 老闆來到了 老闆 我是James 經理 他說我知道 我說 老闆你想知道什麼 我現在告訴你 立刻在賠償 他第一個問題 問我 他剛好在飛機上下來 你看到機航 飛機 飛機很乾淨 爬色 那時候飛機爬色 好像這個 你多久洗一次 飛機 問一些最細微的東西 問一些 可能在他眼中 是一些很生活化 你一定知道 但未必是你會 背重式的 溫書的時候 溫到的東西 沒錯 沒有溫過 那怎麼辦呢 你怎樣回答 馬上 危機處理 馬上 危機處理 要不然是坐 那又不行 又不行 幸好 真的 跟同事聊天 幾個月前 真的聊過一次 我記得那個同事跟我說 工程師跟我說 這些飛機通常幾個月就要洗一次 有這樣的印象 一月 告訴他 他很開心 幾個月了 然後他說 我還想知道很多東西 怎料原來他不是問我生意的東西 他一直問我 你一個人來到 那時候還是單身的 你一個人來到 你的家人 即是父母 在香港 你慣不慣 他問我很多關於 生活 很關心的員工 這句答案 我答完之後 我怎樣 在這裏 很開心 之後 我都忍不住 其實你 不想知道生意 很想說 很想回復 很想回復 做了公佈 他說了一句話 我到現在都記得 他說 生意這些事 我都知道 你們一定會很著力 但我最關心的是 你們來到一些 其他地方 不是離開了 新的環境 你們到底是否適應得到呢 你是否可以 跟同事 跟其他人 合得到 合得到 你自己習不習慣 他們是最關心的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 反而我覺得 這位大班 說的話 其實都是 很有哲理 還有他那種思維 就是一種管理人的思維 因為最重要 就是 簡單地說 你們合得好 合得到 生意自然 好啦 生意自然 簡單地說 他說你們開心 你自然就會去 所謂去跑 跑數 就不用 他操心 不用你操心 但是他反而 他有些甚麼可以做 譬如 我說生意沒有 他說 我不會幫你做牌 我幫你找生意去做 但如果他說 我因為有些甚麼困難 他說他可能 立刻可以做到一些事 調兵顯像 或者是怎樣改 某些 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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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 當時也是 其中一件事 是我感受很深的 還有老闆那麼關心自己 我上一份工作也會開心一點 工作也拼命一點 這個也是 一個老闆管理的哲學 但至於Dicky剛才所說 是一個管理哲學 對於你日後 掌管不同的部門 甚至乎 去到公司更高的位置 其實是否真是一個 很大的啟發 或者對你很有幫助 很大的啟發 尤其對我本身 或者跟我當初以前讀書也是 讀書 我讀電腦 經常對的最多 對機器 對機器 不是對人的 不是對人的 你工作現在是對人的 對人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學問 但是 去到 譬如現在我看回 我們本身的行業 無論是航空也好 地產也好 其實都是一個人的行業 航空 整間航空公司有幾萬人 雖然你看到很多飛機 但基本上是一個人的職業 有機師 空道服務員 工程師 地勤人員 有很多很多這些 全部都是人 還有你去到 作為一個管理層 你要管理的事實在是 不是太多 你一個人是不可能做得完 也不應該由你一個人去做 所以團隊是很重要 你怎樣去 令到你的團隊 去給一些支持 令到他們出去的時候 可以 幫公司去打拚 其實是最重要的一環 所以到現在 當年是受用無窮 無論我去到航空 或者現在看到很多不同 分公司 例如地產 或者 可樂 都是 這一點都很重要 好了 往後你的職場路上 我們聽了那麼久 很順利 可以簡單 又開心 清雲又開心 又可以去西德 然後去內地 會有多 那時候單身又不要緊 然後又回到香港 其實 好像完全是 簡單之下 信通信水 James 有沒有遇過一些 在你的工作歷程上 困難 或者會覺得 其實都 挺辛苦 其實是困難的 挺困難的 這樣的事情 聽了那麼久還沒有 有的 幾十年 如果沒有 都是 你 還欺騙你 沒錯 尤其是最初幾年 另外一個很深的體會 就是 人比人比死人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因為 我剛才說 請了八個人 當初那幾個月 甚至那一兩年 就很喜歡 compare 那一定 大家peer group 同期 另外那七個人 雖然很熟 很好朋友 但是 互相比較 互相比較 比較去哪個Stage 就是 我其中一個同事 他當年做Marketing 市場推廣 他第一年已經有很多機會到處飛 周遊列國 今天就飛去紐約 三個月後又飛去倫敦 我第一個部門 就是定位部 定位部 比較backoffice 主要在香港 當時就開始懶惰 為何我三四個同輩 有那麼多機會到處飛 為何我就要在這裏 其實當時是真的不開心 有些不開心 究竟是否我有什麼問題 為何 是否有問題 是否有問題 是否下雨 為何他們可以Fly我 為何他們可以那麼精彩 回到來就說 我剛剛開完會 我剛剛好辛苦 我日常去倫敦 我日常去倫敦 讓我去 我也想去 這是其中一樣 現在看來是一些無謂的比較 就是兩三年轉一次位 每一個位置 大家都有 想法 譬如你去貨運部 有些人說 很好 有些人說這個部門不好 有一段時間覺得 為何自己去的那個永遠都好像差一點 好像去銀行排隊永遠自己的龍頭 人力很快 人力很快 沒錯 為何呢 這個當時是有點不開心 坦白說 在職場上打拼 總會遇到職高低起落 但如何克服重重困難 最後成為企業的管理層呢 下星期 我們繼續會跟James和黃先生 繼續談談這個話題 你現在看的是 智庫財經的YouTube Channel 記住subscribe 我們的Channel之後 按下個鐘 我們有最新的訊息 和最新的Video 大家就會看到 我們還有一個 Facebook Fan Page 大家記住都要支持一下